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Thomas Freeman最近去了一趟大陆和台湾 回到美国后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感想 以下是其中精彩片段 因为如警察国家那样的监控和数字跟踪系统 面部识别相机无处不在 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厉 共产党粉色了对他的统治或对习近平的任何挑战 现在像我这样去中国访问的专栏作家 要想让任何高级官员和星巴克店的服务生做有记名谈话是非常困难的 而在十年前情感并非如此 北京和上海已经成为非常宜居的城市 空气污染基本消除 有很多新的可步行的绿色空间 上海最近新建了55个公园 上海的公园总数达到406个 并计划在建近600个 中国约有900个城市和乡镇 现在有高铁服务 这使得前往偏远地区的旅行非常便宜 容易和舒适 在过去的23年里 美国仅仅建造了一条类似高速铁路的线路 在华盛顿特机和波士顿之间有15个站点的高速铁路 想想看中国的900对美国的15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高速列车比自由更好 中国的稳定是一个警察国家和一个稳步提高生活水平的政府的财务 这是一个既重视绝对控制又重视国家建设的政权 谈到美国最近要进TikTok Freeman说我们来一个交换好不好 中国不进YouTube 我们也不进TikTok 以前中国卖给美国的是Freeman称之为浅层的商品 如鞋子、袜子、衬衫 美国和西方卖给中国的是深层商品 如软件、芯片和机器人 但是大约八年前 有一个中国推销员来敲美国的大门 他说你好 我叫华为先生 我制造的5G电话设备比你们的任何东西 都好 美国告诉这位华为销售员 当中国只是向我们出售浅层商品时 我们并不关心你的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 自由主义还是素食主义 我们只是买你的浅层商品 但是当你想卖给我们深层商品的时候 我们没有足够的信任来购买它们 因此我们要禁止华为 我们宁愿花更多钱 从我们信任的北欧的 爱立信和诺基亚公司购买我们的5G电信系统 离开北京后 我来到台湾 在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的台积电总部 我和台积电的领导人共度了一个下午 当我问他们是什么秘密时台积电能够制造 百分之九十的世界上最先进的逻辑晶片 他们回答很简单 信任 台积电向他们的客户保证说 台积电永远不会通过设计自己的芯片和他们竞争 也永远不会与任何一个客户分享他的设计 中国也有一家代工厂及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但是因为全球的芯片设计者都不信任中芯国际的最先进设计 所以他至少比台积电落后十年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我 习近平在11月的巴黎岛峰会上对拜登总统说 我不会成为失去台湾的中国国家主席 如果你逼我出手就会有战争 你不明白台湾问题对中国人民来说有多重要 你们是在玩火 我不相信我们注定要打仗的说法 我认为我们注定要相互竞争 注定要相互合作 注定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平衡这两者 否则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糟糕的21世纪